如果今天你要对我不客气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直接说了 欧盟猪肉的反请销调查 前几天才说要来调查反请销 马上各位结果出炉了 确定反请销成立 这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该加多少关税 我也不会来跟你客气了 对于欧盟的白兰地反请销调查 完成登记 白兰地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法国嘛 好 再来呢 欧洲的猪肉 伊比利猪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西班牙了 西班牙的噩梦也要来临了吗 不过呢这个英国媒体倒是这样说 他用了一个形容 他说呢 这真的是戳到了欧盟的弱点跟痛点 你知道吗 虽然你会说 这个就是农产品续产品的关系 但是呢 这些就是最底层老百姓 大家痛的是最有感的 我们来看 他里面讲到 其实有一些我知道 欧洲人的饮食跟 我们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动物的头啦 脚跟内脏啦 我们的吃咸酥鸡常常会有嘛 哎呀我要来炸一个猪心 我要吃鸡皮 这些呢其实在欧洲国家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吃法的 他说比如说呢 鸡脚在欧洲像是法国通常会被丢进垃圾桶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他们不要的东西 到了亚洲地区变黄金耶 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卖的话 请问你要卖谁 就真的是丢到垃圾桶了 欧洲每一年销往中国的猪肉价值是25亿欧元 那中国接下来 我不买你欧洲的大把的有可买啊 俄罗斯我的好兄弟 可以跟俄罗斯买啊 巴西阿根廷美国的猪肉取代欧洲 这样换算下来欧洲真的很衰 follow美国的这些政策 结果最后呢 哎不买我欧洲的猪肉 反而去买美国的 那不是反其道而行了吗 对啊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是有那个市场的容纳量 他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我跟你买 你如果我不让你进来的话 别的国家就就赚到了 这个是贸易上 这个是转嫁的这个原理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我看了就是说欧洲对中国大陆 电动车真的这个 这个额外惩罚性关税 大概造成中国大陆电动车 大概45亿美元左右的损失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等比的话 你要也要让欧洲 欧盟损失大概45亿的 你看这个 这个第一个你的金额要算好 第二个要算什么 就是说你要打得很精准 因为这一次在后面 怂恿欧盟出来 对中国电动车下手的 主要 听说有三个国家 是 一个就是最主要是法国 法国 第二个是西班牙 第三个意大利 怎么听起来就是这些 这些产品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汽车市场 他要保护嘛 对 那问题他也在中国没有设厂 所以事实上今天进欧盟的车 销回到从中国销回欧盟车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欧洲 自己在中国设的厂 是啊 德国车 德国车他们销回欧洲 所以呢真正的这个苦主是 欧盟来讲没占到好处的话 就是德国 对 他被德国的 德国被他欧盟的其他的兄弟 自己摆了一道 背后摆了一道 所以你看他就没有打德国 这个猪肉的话主要你看这个 这个西班牙 法国 这几个国家 他就第二个 第二个白兰地是谁的 白兰地 95%都是法国的 对 那现在还有两个项目 可能会在讨论到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就是对于这个 2.5公升以上的这个 汽油引擎的车子 对 提高关税 那提高可能25% 那这个就会打到德国 对 这个东西有人提出来 现在没有了 第三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空中巴士 空巴的话 事实上你打他的话 事实上中国大陆 跟空巴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在重击一次法国 对 而且你打下去的话 搞不好那个损失 欧洲损失不是只有几亿 十亿二十亿 所以他这个算的要很精准 这就是由中国大陆 经贸官员在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贸易基本上 这个好 所以采取保护主义 基本上没有人会得到好处 是 不可能期望中国大陆 遭受不公平贸易待遇 中国大陆是做事 不坑气 他一定报复 我现在是出钱的 我有这么大的市场 我要买你的猪肉 我要买你的白兰地 我要买你的乳制品 那既然你要这样硬着来 别怪我不客气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告诉大家 欧洲也急了 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 要保护他们的汽车产业呢 因为他们的国家的债务啊 真的是 没有拿出来看 你不知道这些国家 原来欠了这么多钱啊 雷大中教授 欧盟现在呢 欧盟也快受不了了 船要针对法国 意大利等七个国家 要启动一个叫做 预算赤字的违规程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规定包括 对债务超过GDP60% 以及预算赤字高于3%的国家 要来采取措施 所以你看哦 南欧跟西欧 你来看一下南欧 希腊158.80 意大利139.20 西班牙106.30 再加上中国如果接下来 对于这些猪肉啦 乳制品啦 的这些反倾销 哇这个是重中之重了 赚的又少了 西欧的部分呢 政府负债的GDP比重 你看法国也是第一名啊 111.60 英国104.30啊 这些数字都没好看到哪去 其实对啊 欧盟自己目前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概有三个很重要的 一个标准跟要求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这个政府的赤字 财政的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第二是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 第三个是你的通膨不能超过最 最低的三个国家的平均的1.5% 那目前根据最新的一些规则来看的话 比如说在第二个标准里面有七个国家 那还有包括像是法国意大利 他们的债务占GDP已经超过100%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分别是欧盟里面的第二大 跟第三大的经济体 对 他这个千一把动全身 所以因为有一些欧盟的要求 他最新的规定去年是要求说 假设你债务占GDP的60%到90% 你必须每一年要求这国家减0.5% 假设你的这个债务占GDP的90%以上 他要求要减1%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要求的话 他会施以巨额的罚款 就是所谓的惩罚 因为这些所谓的财政据律跟要求 都是把欧盟能够绑在一起 以起步走的主要的一个标准 跟很重大的要求 但目前看起来欧盟很多的国家 包括大国 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要求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警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庆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哦